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平时做了批示 所以陕西的武警就立刻出动了 开始了搜救工作 丹宁高市工作完全是修建在秦岭中的 不是桥梁就是隧道 技术更复杂而且维护起来更难 大家都在演戏地方政府为了拿到政绩 特意去做一些非常高难的项目 中国的这种公共工程人为的灾难 在未来十年将达到一个高峰 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要用你自己的生命去买单 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